跟各位致歉 我们希望能够在会后 我们这次研导会的入文集出版的时候 我们会有完整的报告 可以呈现给大家 那今天呢 我们就先就我们这次 到达安沙访问的一些心得 来做一个口头的简单的报告 那这次是 我们是应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邀请 在9月10号到14号之间 到达安沙访问 西藏政策研究中心 是藏人行政中央 新任的首席部长 洛桑申格 洛桑申盖先生 他任上所成立的这个机构 那原先是西藏的这个国家安全部 那么他进步将 他在转型成为智库 那未来将主要担负的这个 就是有关西藏问题的这个政策研究 而且这个政策研究的成果呢 他们希望能够跟外界 跟全球的这个知识界 能够有所交流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因缘之下 那我们就受邀 就组织了 台湾大学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保护团 那么到达安沙 那么跟西藏政策研究中心 交换意见 那你看看我们日后 能够提供怎么样的一个协助 那我先简短的先说明一下 我们这次活动大概比较经过 我们是在9月10号 到达达安沙拉 那我们是入住在 格莎雀吉 就西藏割后 格莎雀吉他所开的这个旅馆 那在9月11号 那么我们先 早上呢 我们先去 先到那个达安沙拉 住席的大超市 大乘法院参观 那之后呢 我们到了这个 到了西藏的同村 这个是达安 达安沙拉的大姐 泽伦多玛在1960年 所成立的 专门从事西藏难童的收养 以及教养 教育的工作 那目前为止呢 这个西藏的同村的学校呢 那么经有八所的这个学校 遍布在整个印度 那他所有的历届毕业学生 已经有一万七千多人 那而且呢 他现在的学生 不是只有这个西藏人 许多印度人呢 也把他的这个 印度的家长 也把他的子女 送到西藏的同村来 接受教育 所以可见 就是西藏 西藏人对于这个 教育这个重视 那么随时的 他们在 印度当地的社会呢 事实上也逐渐的深耕 而且非常具有这个竞争力 因此呢 更一个 这个印度家长的 对他们教育成果的认同 那 接下来我们就访问了 西藏的医药 及立帅学院 这个是在 有关于这个西藏 传统医学的 这个保存 以及研究的一个机构 那 下午呢 我们到罗布林卡协会 它是西藏传统的 艺术中心 它制作跟展授 西藏有关的这个 衣物 和织品 文具和堂卡 那 这个在罗布林卡呢 有一个西藏人物的博物馆 它非常精 用非常精致的 这个人物跟布局 那么来介绍 非常具体的 向游客介绍 西藏不同的文化的风貌 那 9月12号 那么 是我们最重要的 这个活动 的这个综合系 那么我们是在 上午呢 到沙巴的西藏高德理教学院 出席西藏台湾 与中华人共和国的研讨会 那 这个研讨会也是 西藏政府呢 它西藏 西藏公园培训课程的一环 那么会中呢 我们到会场之后呢 我们看到会场有 五六十位 正在培训的这个学员 他们都将在 我们会议结束后的 这个半个月 他们要举行 国家公园的考试 所以我们当天的这个 座谈会 演讲的内容 他们都非常聚精会神的倾听 因为可能考试会考 那么 那么 我们非常荣幸呢 就是西藏的外交 公园新闻部长 德基曲洋女士 在会场 这个亲自迎接 欢迎我们 她身长在加拿大 那英文法文呢 非常流利 那她也曾经在北京工作 学习过中文 所以她也能够跟 我们用简单的中文交谈 那 我形容她是 风之错约 崇慧自信 我想她是非常 非常杰出 而且我想非常具有点 非常典型的 现代的西藏的一个 杰出的女性 那 她 在我们 领头会的开始呢 她先做了一个 开场的演讲 那她介绍了 她访问台湾的经验 她在今年 曾经访问台湾 在立法院发表演讲 那她对 现场的 这些西藏准公务员呢 她报告说 台湾人民对于西藏宗教 人权 还有社会正义 这些问题的关注 令她非常感动 她确信 台湾能够在 促进华安社会 更多了解西藏问题上 能够扮演更重要的 这个 这个桥梁的角色 那 这套 当天的领导会呢 总共有 四篇报告 有三篇是 我们台湾的 这个学者 金蕾跟学生 我们来发表 那有一篇呢 是这个 西藏学者 他谈这个西藏的环境议题 我报告是 台湾的公民投票制度 那我告诉西藏的 这些学员 我们台湾是如何 在民主转型跟 宪政改革的过程当中 是怎么样去克服 内部中国共产党 跟外部中国共产党 双重中国因素 这个过程当中展开的 那 因为 为了避免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了避免这个触目 事实上避免触目中华与共和国 影响到两岸的这个和平 所以我们台湾在主权议题 有关的法制规划上 事实上是非常的谨慎 所以我们出现了 中华民国宪法的领土规定 跟宪法的有效法律 固一致的情况 那以台湾人民为主体的 全国性公民投票制度呢 那也事实上 最后也是需要起调 限制重重 难以实行 那么 西藏的学者 丹真罗布 他的演讲是 谈这个 作为第三级的 西藏环境重要性 就是在北极南极之外 那么西藏高原是第三级 那他提到就是 因为全球的软化 以及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当地 这个环境政策 有地方治理政策 上面的失荡 导致了烂采烂啃 还有饮水逐霸的 这些计划 都对于西藏自然生态 带来相当严重的威胁 这种西藏自然生态的威胁 不仅危害的藏人的生活环境 也将会为亚洲各国人民 带来生态的灾难 因为西藏高原是亚洲的水库 水塔也是水库 那在 这个场 这个演讲结束之后 德基区安部长 在休息时间 他告诉我 就是那个西藏 有关西藏议题 他认为是他们未来 外交工作的一个重点 因为西藏议题是一个 这个国际的重要议题 那他也提到说 希望我回台湾之后 能够代为 物色台湾杰出的环境的学者 能够协助 那个 西藏政府来严理有关的对策 那特别是 针对这些说题 那么希望我们 台湾能够提供这些协助 那 那我就会提到就是说 这个西藏的环境问题 那我就想到就是说 在 同样在这个东南亚的大湄公河 在2005年 大湄公河流域的相关的国家 曾经通过了一个 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部长 领和宣言 那么这个宣言 揭示就是 湄公河的问题 是跨国的问题 因为他说 它影响它的环境问题 会影响到 这个东南亚 这么多国家 人民的这个生计 那同样的 这个西藏的环境问题 它影响的范围更大 所以呢 其实 它不应当是 被中国 视为中国内政问题 它应该是 这些联合国 应当要出面 共同来监察中国的这个西藏治理 应该建立在一个机制 因为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这个自然遗产 那我就提到这个观念 那么来救教这个部长 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个西藏的这个外交工作上面 我想这个也许是可以借助于这个大美公和的这个经验 那么诉求联合国来关注这个西藏的环境议题 那事实上 西藏环境议题呢 就影响到西藏的文化 其他的人权等等 还有地方治理的这个问题 那 这是我们上罗的这个 那另外就是 朱正奇 他的演讲是谈民主进步党 中国政策的转型 跟西藏 那另外就是寄助力的演讲 这个重点判了以后 也许等会跟各位报告 那么寄助力是谈西藏问题 跟当代观点 那我们也为这个台大国发手了一位博士生 因为他签证的问题 没办法跟我们同去这个印度 是王清 他报告的题目是 马英九连任后 两岸关系面临的挑战 那这是我们在当地的最重要的一场座谈 那之后呢 我们也到这个西藏政策研究中心拜会 那么和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呢 我们共同讨论的就是 未来 这个他们表达的就是说 希望 未来这个西藏政策研究中心 他的研究员 他的研究报告 都能够在 他的中文的这个研究报告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通过台湾 能够向全球华人的社会 来发表 那所以我跟大家具体谈到就是说 未来也许就是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如果他们有兴趣 经费上也允许的话 那么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到台湾来进行研究 因为台湾的这个 这个学术啊 图书的这个服务的资源 非常丰富 也非常方便 他到台湾任何一个学校 或者是 到中央国家图书馆 都可以非常方便的收集到 所有这些中文的资料 那 另外呢 除了这个研究员的这个 蹲点研究之外 那么 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 那么我们也非常欢迎 他可以投稿台湾的 有关的这些学报 那么 这也是一个窗口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 未来 类似于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会议 我们未来也会邀请 西藏政策研究中心 他选派他们的这个 这个研究员 到台湾来 发表他们有关的这些论文 那 也许我们以后这样的会议呢 可以再进步扩大 让这个 西藏 自由的西藏 跟这个 甚至跟中国 或者跟其他国家 的这些 这个知识界 或者是政治界 能够在 有个平台 来交换意见 那 以上是我把 简短的把我这一次 我们这一次呢 到 达兰沙拉 比较具体的 讨论的问题 以及 所得到的一些 共同合作的一个 这个 方向 那么跟各位先做一个检论的报告 谢谢 非常谢谢 曾建宁 曾教授 那么先把这个大概 这个做了一些金简 副院长 还有 任人员老师 还有 各位在座的先进委员 大家好 我是朱正琪 这一次很高兴有机会 这个曾建源老师就是组织这个 呃 呃 参访团 然后到达兰沙拉 这是我第二次到印度 然后我第一次到达兰沙拉 那 其实刚刚曾老师在报告的时候 其实露了一个行程 就是我们一开始到印度的时候 在那个新德里的时候 其实我们先去了那个西藏青年议会的那个 这个厥实的这个厥实的这个厥实的这个现场 就是他们有三位这个年轻的这个 这个超起座的这个集合的这个办公室 还有还有包括那个SFT就是 自由途国学联 然后还有包括拜访准女会 還有這個一個中間路線的一個協會等等 那其實呢 就是讓我發現說其實小小的一個達蘭莎那裡 其實他們的這個組織結社 組織的形式非常豐富 那所以呢 也正是因為這樣子這麼多的這個組織結社 然後這麼多的婦女有婦女會 然後青年有青年的組織 然後還有很多的不同的路線的對西藏未來的不同路線主張的這個團體都有自己的組織 所以呢 非常的有創意和活力 就像我們去這個SFT的這個辦公室時候就發現他們其實在譬如說2008年奧運的時候 他們就做了非常多的創意的這個宣傳的活動 那SFT也在這個世界很多國家都有成立他們的分會 那在台灣也是 那這個組織的這個形式呢 其實是可以給台灣一個借鏡的 就是說 比如說他們這個 有的是主張中間路線 就像在拜訪婦女會的時候 他們跟我們介紹說 他們有四種這個不一樣的政治主張 那包括中間路線 包括追求獨立 還有包括民主自決 還有另外一種 好像是公投 我忘記了 第四種 我忘記了 就是說他們有四種不同的這個路線的主張 那因為對西藏的未來有這些辯論 然後有不同的組織去主張不一樣的這個未來 所以其實反而看到非常多的這個 每一個團體其實人都不多 其實如果說比較資源 比較這個人數的話 其實台灣很多的這個社團團體其實資源或是人數上面都遠比 這個達拉斯達拉這邊的這些團體還要來得豐富 來得多 可是活力就稍嫌不足 就是在台灣的這些團體 所以這是可以給台灣借鏡 那為什麼台灣的這些團體活力會稍嫌不足呢? 就是說台灣過去就可能在台灣的未來的這個發展 未來的前途上面 就是社會上 當然除了一些像我們北社的這些前輩 他非常的有自己的主張看法之外 很多社會上大部分的人都是生活在所謂的求同存異 就是說我們把這個 比如說如何面對中國 如何面對對岸的這個政治的關係 都想說我們只要先求同存異就好 就是說未來是要統 是要讀 是要怎麼樣 我們通通都不去討論它 然後只在當下 就是所謂的現狀之下 然後去發展經濟 或者說去跟對岸做生意等等 因為沒有去面對差異跟處理差異 所以其實在這些團體的活力上面 其實就因為沒有互相的競爭跟辯論 還有路線主張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這個活力跟這個創意 還有行動力其實反而稍顯不住 那我覺得這個是這次去達蘭薩拉給我的第一個 覺得說可以得到的一個啟發 那第二個就是 其實之前去過一次印度 然後只在德里那邊參加一個會議 那這一次在第二次到印度 發現德里已經變得很不一樣了 這個馬路 或者說這個垃圾處理的狀況 或者說已經有很大的改變 可是在達蘭薩拉 就是可能它的這個文化 就是這個軟體的部分 非常的好 非常的美麗 可是在硬體的部分 就是可能這個 比如說這個馬路這個基礎的建設 基礎的設施其實就不是非常好 就是這個馬路 或者是這個垃圾處理的狀況 像我看到那個垃圾車 還是藏人自己去 就是上面還是 就是後來問了當地的人 說是藏人自己去籌錢 去買了兩台 三台的垃圾車 去處理這個達蘭薩拉的這個垃圾 就是這個也給我一個啟示 就是說其實當你的家園被佔領的時候 你必須要流亡的時候 其實你就沒辦法去 你也沒辦法去要求這個印度政府說去改善你的這個基礎建設 基礎設施 或者說甚至連垃圾處理 他都可以不管你 你必須自己想辦法去處理 那這個也像剛剛那個這個周社長在致詞的時候提到 就是說其實在西藏簽了這個和平協定之後 其實反而這很多的文化被破壞 然後被佔領 然後所以現在幾乎在即使是追求獨立的這個藏人的團體 也就是也很難去主張這個西藏的這個獨立的主權 就是說如果這時候在 講起來彷彿是天方夜談 那這個就是不只是說這個主權可能比較抽象 或是尊嚴比較抽象 可是最實際的就是你 當然我沒有去過這個西藏 這個實際的這個藏區 可是就是就光看達蘭沙特的情況就知道說 你如果一個國家 或是一個民族 他沒辦法自覺 沒辦法自己有自己的一個相對不受侵占 不受占領的一個家園的話 其實比如說在達蘭沙特的情況 就沒辦法去跟當地的政府去提出要求 然後也沒有辦法去真正的去保障這個人民最基本的這些基礎的這些生活 好 這是第二個這個的一個意見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而在研討會的時候 就剛剛曾老師有介紹說 就講這個民建黨的這個中國政政轉型跟習障 那當然 就是在達蘭沙拉丹就是介紹台灣 那當然現在在台灣 在介紹台灣大家可能就覺得有點多辭一舉 那不過當時這個對這個演講之後呢 有一些應該也是年輕的朋友 因為看起來非常年輕的這些聽眾 就有 就是有就是詢問就是說 那我認為西藏未來應該要追求獨立還是要追求這個這個自治 還是有什麼其他方向 那這個當然這個剛剛我前面雖然稱讚有編論 可是我發現 就是在那個研討會的時候發現其實還有 可能他們是公務員吧 可能相對的比較 比較溫馴一點 所以他們就是在發言的時候都反而是 那我是說因為我不是藏人 所以我也沒辦法去替藏人決定說到底未來是要獨立還是要自治 這必須要藏人自己決定 那這個也是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談判就是達蘭沙拉丹跟這個 中共的政府談判一直沒有結果的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 譬如說對這個 是不是要追求獨立 或說是不是要 當然相信這個和平跟非暴力的價值是應該要堅持下去的 可是就是說對主權的主張 還有對這個拒絕被占領 拒絕被管理的這個權利 是不是這時候應該要重新思考 而不是說繼續的 就是我相信達賴喇嘛也是為什麼會讓這個政教分離 也是希望說藏人能夠自己做決定 能夠自己去思考說西藏的未來 如果說當所有的藏人都能夠說非常的認真的去思考西藏的未來 不管他追求的是什麼樣的未來 那我相信整個這個藏人的社會可能都會像這些團體一樣 非常的有活力也非常的有行動力 那我相信這個對這個西藏未來的前途都是好的 好 那這就是我大概的3點意見他的報告 好 非常謝謝朱正喜 剛才曾教授跟朱正喜基本上是具有台灣的這個經驗 從台灣去看這個世界 去關心這個中國 去關心這個西藏的人權和民主發展 那麼彼此呢 台灣或者是西藏呢 都各有特色 西藏好多的這個表現 西藏的這個表現呢 都讓我們非常感動 那他們也關心台灣 所以我們這個台灣這邊的話 就是這邊的學者專家 這邊年輕一輩的這個 剛才也做了一些觀察方面的這種報告 這個很有特色 那麼緊接著就是一個歐洲人 一個外國人 法國人 這個紀朱立呢 那麼是對於這個少數民族呢 是有強烈的這種關懷 而且有特別研究的 那去到了這個中國的這個大陸去探討 去關懷 去研究這個少數民族 那麼也到這個台灣好多年 那麼也關心台灣的這種 總體的這個狀況 也包括了這個台灣的這個少數族群 原住民也好 客家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 他都會很關懷 所以一個來自歐洲的這個年輕的這個學者 來看西藏 或者也跟台灣做什麼比較的話 這個整個中國兩岸的這個華人 這個西藏要何去何從 那我們也今天以紀朱立這一次的這種觀察感受 我們熱烈手的歡迎 老師們各位好 大家好 我壓力很呆 老師結算得太好了 那我就是也很開心 其實九月份跟老師 與同學一起去當下 我特別開心也是因為 第一次我遇到西藏人 跟西藏有關係 就是在中國那邊 我就是我手勢論文的時候 到到新疆 維吾爾族群之群 還有西藏 做建議交叉 當然我的交叉就是 也我的手勢論文就是維吾爾族群之群 裡面的文化問題 還有族群問題 但是我們知道在中國少數族群 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所以西藏跟錦角 就是文氣上面就差不多 所以我這次去當沙拉 我非常開心 因為我在想 我看到西藏人就是在中國裡面 我一定要看就是在 難民的西藏人 就是在印度那邊 怎麼過生活 所以老師給我這個機會去當沙拉 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還有很感謝老師 第一個講 它就是很簡單 我去西藏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不知道西藏文化 或是沒有研究西藏人 或是有關西藏的東西 我們都知道西藏人就很熱情 很快樂 一直會小 就是很 有這樣的態度 這樣的感覺 這樣的態度 但是我到西藏的時候 我就是看到很冷漠的西藏人 當然這個偶像的冷漠就是 比較不會小 比較內心 比較不開放 比較不強化 但是我們都知道在西藏內 就是過內心 在中國那邊 你不能隨便講 特別是跟外國人在一起 所以我去西藏有一件事 因為我們外國人去西藏的時候 跟西藏人講話聯絡就比較困難 而且看到西藏人在路上 就是生活比較難 你感覺到有一個困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在哪個困難的情況 還是遇到這些人很快樂 很開心跟外國人講話 然後比較開放的人 所以這個是我第一個腳查 我特別的開心 因為我在想 你知道西藏會不會要演出西藏人 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西藏在中國那邊的西藏人 是為了他們的安全 為了我們外國人的安全 也是很很難 好 這個是第一個腳查 第二個腳查就是 我也是很好奇 因為這些難民 就是在於53年 1959年之後開始 你是看在53年以內 就是在當沙蘭那邊的小拉撒 因為真的感覺就是小拉撒 就是什麼都有 就是說學校 醫院 宗教方面 NGO 非國家組織 還有病群 如果我了解 對 我們有一次在路上看到病群 就是小小的病群 可能到哇中 Espero 會遷身 OK 在路上的面 還有新鎮方面 我當然因為有猶亡這副 什麼都有 就感覺是一個小小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 有些西藏人 幾一個人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五十四年 什麼都沒有錢 真的 我覺得 他們在邦莎拉在印度 能夠建構一個社會 一個 一個農民的社會 我覺得他們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們也可以感覺到 在邦莎拉比其他在印度的地方 就是環境比較乾淨一點吧 可以說 對 乾淨一點 然後 所以我覺得我在想在社會上 有沒有其他的難民 能夠建過那麼多的東西 一個醫院 一個很多學校 然後也是本地人 過來他們的學校上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得 所以我覺得很好奇 當然我們知道 有在 在 這個難民社會上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人 就是 邦莎拉 所以 可能如果邦莎拉 不在的話 可能會比較困難 但是 不管怎麼樣 情況是這樣 就是西藏 五十三年以內 就能夠建過一個非常 我覺得非常穩定 也非常 就是架構真的很好 所以這個是非常 我非常的開心 能看到這些難民 過得那麼好 我說的那麼好 當然不要算 就是西藏人過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沒有感覺到有很窮的人 我去西藏 我真的感覺到 就是西藏人很窮很窮 什麼都沒有 我經常在床 在商店裡面吃漢人 在路上就是西藏人 在問錢或是什麼 就是賣一些菜一點點 什麼都沒有 但是在印度 不好一些可能印度人 但是很多西藏人 感覺過得很好 其實可能吃飽 我吃得 過得很好 是吃飽 然後有地方可以睡 睡覺 所以這個是很 這個是很好 然後我講普通的點 因為我們在達姆撒拉 目前也不多 但是也可以觀察普通的東西 所以我會講普通的東西 但是小一點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在 對 我有這個機會 跟一些西藏人討論一下下 然後一下下 然後發現到有 洋中人 洋中人 這個是我的腳踏 可能大西或是 達瓦東時常會 跟我們討論一下 但是我感覺到就是 在這個西藏議題的文題 有兩種 一個是獨立 西藏獨立的 一個是中俏 中俏 中俏 謝謝 中間道理 謝謝 中間道理 然後我能夠跟公務員講話等等 我發現到就是 比較 比較中俏的人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很信仰的人 很會 就是很會重重就是 後俏的東西 不管是年輕人 或是年輕比較大 我發現到這些人 很重重這個宗教道路 中間道路 對不起 中間道路 然後 然後另外一種人 我說中人 不是很一毛 但是另外一種就是 把佛教當作一個 生活習慣 不會把佛教當作 中間 中教 這些人 這些人比較 比較有獨立的態度 比較有獨立的感覺 所以 我跟台灣講話的時候 比較不 比較不中 比較不中 不是吧 比較不強調中間 對不起 我從法國回來 我中間 就是 比較不強調就是 宗教方面的人 他們這一講 我是 他們怎麼講 他們說 政治方面 politics 是最重要的 宗教是在後面 然後其他的人 就比較調到 宗教方面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可能 如果有幾位 幾位做交叉 是很有意思的 然後我跟一些人 也討論這個 中間道路的問題 有很多人跟我 有一些人跟我講 我說那你為什麼要支持 這個中間道路的東西 然後的放射 然後他沒有人跟我講 因為你看 比如說非洲 當作非洲國家 非洲國家被殖民好多年 然後 他們是現在獨立的 但是你看看非洲 就是 他們沒辦法發展 所以我聽到這些話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法國人 可能我們有打革命的血統 或是什麼 但是 我覺得 第一 不能做比較要做非洲的國家 也不能 更不能比較就是 兩個普通的人民 因為文化方面不一樣 很多 理事方面也不一樣 我在想之前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 也沒有 有兩個人跟我講這個東西 是不是 因為要支持 這個中間道路 所以 我們要 當一個例子 然後 把非洲當作一個例子 或者是 自己 自己覺得 這樣 自己發現到 你看 非洲 可能沒辦法發展 所以如果我們 西藏獨立 可能沒辦法發展 這樣也不行 所以 我也不太知道 可能要探讀一點 才知道他們的感想 但是 我也 我也在 我也發現到 這個中間道路的人 真的有 有 宗教 宗教的部分 可能有一點太重要 因為 現在 西藏社會 西藏人 沒有 這個宗教跟人 這個方面的 這個是很好的 我們的國家 都一定有 就是我們都有 每個國家 都挺過這個過程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 所以 我知道 不然很容易 改變任務的思想 但是 希望 這個 如果認識這次 中間道路的人 不會被宗教影響 我在想 是不是 教育會不會一樣 然後 另外一個腳踏是 就是 我教的是 兩個事情 因為 當然我們到 Damsa 就是印度的地區 但是 是 最多是西藏人 我不知道認識怎麼樣 但是 認過最多 應該是西藏人 對吧 但是 我也是很歡迎 也是很好奇 因為 哪一個國家 移民最多 本地人最少 關係那麼好 因為 我們看到 當然是武漸 武漸不能做解枯 但是 也是一個小小的腳踏 在哪一個國家 雖然是 異民 或是 是難民 或是什麼的 在這個 跨文化的部分 裡面的人 過得那麼好 那麼快樂 當然 應該有 成都 我也不是說 哪邊什麼都很好 但是我覺得 你看在路上 藏人 印度人 都在一起生活 在 在 餐廳裡面 我們去西藏 我們去比較多 就是西藏餐廳 但是也看到印度人 然後在印度餐廳 也有西藏人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很 很 很 很難的 因為我做很多 前夜教授 特別比如說在中國 中國 這個跨文化 這個 普通租權 一起 在一起生活 是很難的 有很多衝突 但是在那邊 真的他們 這兩個文化 這兩個 過得非常好 所以不知道是因為 佛教的 佛教的部分 因為印度人 也是 請佛教 請這兩位 討論一下 最後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去 大木薩拉 目標就是 參加這個 演藏會 西藏與水界 所以我部分 我的部分就是 我到那邊 雖然是西藏跟台灣 我還是有講到法國的部分 因為可能很少有人 因為法國人一直講法文 寫文章就寫法文 所以有很多人 就不知道法國那邊 有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其實法國是很支持西藏 然後從今年 2012年的五月分 我們法國人 我們投票 我們有新的總統 尤龍的 尤龍 但是右派 不是 左派 左派 對 左派 但是左派 所以比較是會 注意方面的 所以我就是 給很多意見 這些公務員 因為法國從很久以前支持西藏 也有時候在我們歷史 有一些很重要的人 有支持西藏獨立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目前的政府 目前的政府就是 我們算是Privenism 因為不知道中文名字 中米 中米 對 中米 但以前就是當作一個城市的市長 他是跟戴伊拉拉前面 然後他跟戴伊拉拉討論過很多次 也是說他很支持戴伊拉拉 然後戴伊拉拉的中線道路等等 所以我們目前這個政府就是以前 我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但是以前也有代表過法國 或者是支持戴伊拉拉跟西藏的危機 而且也是很支持這個中線道路 我覺得就是這個原因 也是我很快跟你們講 就是給你們西藏跟法國的基本概念 就是我們是1956年 有好多個西藏老馬就是跑到法國 然後六十年到幾十年左右 就是他們又蓋很多的中心 就是佛教中心 然後把很多法國人就是宗教 變成佛教 因為本來我們的法國人是基督教 或是前佛教 前佛教或是基督教 但是這個是很難的 因為我們跟佛教 我們外國跟佛教 就是差很多 所以這些 這些拉拉就是跑到法國 好像有 有 法國 從原來都是很 sensitive 很感到就是西藏的危機 為什麼 因為就是 因為就是 西藏有一方面就是 我們在做盟 西藏就是很圓 然後就是太大媽 拉媽等等 就是很 peaceful的一個 人民都很 peaceful等等 所以這個方面就是法國很 很 很 受到很多 呃 怎麼這樣呢 就是反正就是 做西藏很 很會支持 呃 還有另外一個是 人權的問題 法國人就是 因為我們是很正式 這個文化方面 跟正式 呃 人權方面的問題 法國 呃 法國文化 我覺得在一起的事情 是很強的 所以我在宴通會的時候 我給很多意見 我就跟這些西藏人說 如果有機會去法國 就應該會比較 比較簡單 當然這些西藏人 呃 他們的目標是 如果 移民到 呃 一個國家 就是他們的目標是 可能拿到這個 居留證 呃 居留證 就是美國的green card 或什麼 我們在法國可能會 比較困難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過一段車店 然後也可以來到 法國就要證明 你會講法文 然後你可以去那邊念書 如果 我們可以的意思是 可能 有望政府可以跟法國政府 做很特別的一個合約 或是說政治方面 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中國很強 所以政治方面 國家不要緊 但是如果你 你是強調這個文化方面 西藏文化跟人權的危機 我覺得很多學校 很人民的學校 很歡迎 會歡迎西藏人 幫到法國念書 然後也可以 給西藏人 比較好的學位 然後當然可以 因為如果你的學位比較好 然後社會方面 你的生活水平會比較好一點 好 就是要 然後最後一句話 我真的要感謝老師 給我這個機會去當西藏 還有感謝 慵望政府 在當西藏的慵望政府 因為他們對我們 就目前非常非常的熱情 被我們去很多地方 給我們最好的導遊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謝謝 花了很多的時間 細節 用他的生命力 投入到西藏的食物 還有關懷 是最棒的西藏方面的研究的學者 而且實際上的實踐也讓我們佩服 我們熱烈掌聲再次歡迎 謝謝主持人 謝謝各位發表人 按照這個大貨的議程 現在還有15分鐘 那麼我再用七分半 把另一半時間 留給另外一個評論 首先我聽了三位發表人的講話以後 有一個基本的感覺 就是你們在做一件 對整個人類的良心很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現在西藏人的命運 是一個急需得到整個人類關注的 一個重大的人性的課題 現在已經有59個藏人自焚了 在整個人類的萬年歷史中 文明史中 有哪一個民族 曾經像西藏人這樣 為了自己的自由 把自己的生命變為一團烈焰 想一想他們承受了多大的心靈的苦難 和日常生活的苦難 他們才能夠不懼怕忍受烈焰焰身的痛苦 而這樣一種悲壯史詩式的 對自由的追求 整個人類是如此之冷 共產黨那邊又在誣蔑 文家寶把這個叫做恐怖主義 王立雄把這個叫做高度的暴力 當把一個民族逼迫到 只能燃燒自己 把自己的生命作為金色的獵源 作為一個祭品獻給自由的時候 他們得到的不是同情 不是支持 反而是這樣的污名 而人類對此無重於重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 我覺得這三位朋友 去達蘭塞拉這次訪問 就在這種背景下 你們的訪問本身 就具有人性的價值 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去達蘭塞拉的朋友 都可以感到 經過五十多年的流亡的艱難困固 西藏人終於在流亡中 重新創造了一個屬於自己的 一片文化的空間 文化的存在 這是極其感動人的 當然這位法國朋友 剛才講說 他看到達蘭塞拉的人 多愛笑啊等等 那也許是藏人的天性 我倒是更希望我們 能去體驗到 藏人在流亡中 所承受的那種艱難困困 有心靈的也有現實生活 那麼我更希望我們去達蘭塞拉 去關心西藏人的命運 不是作為一種獵奇 而是作為一個極其嚴肅的 自由的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 去關注他們 這個 剛才這個法國朋友啊 他對西藏的一些關注 開始進入了 至少他觸摸到了一些很關鍵的 很深刻的問題 不是很表面的 那我希望大家就是 就我所知 西藏現在有 就是關於中間道路 也有兩種說法 一種叫做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之內的自治 那麼當然人們會問 中華人民的共和國憲法框架之內 那些只有奴役哪裏有自由 另外一種表述就是 當中國自由民主之後 藏人願意和中國結成一個聯邦 一起生存 所以中間道路也有兩種解釋 關於獨立還是叫復國 也有爭論在藏人內部 復國是什麼 就是恢復他本來就有的一個國統 一個國格 其實當時在五零年的時候 聽信了共產黨的謊言 才交出了自己 也綿延幾千年的國格 國統 為了什麼 為了獲得和平 結果得到了屠殺和鎮壓 所以有的人認為應該叫復國 不應該叫獨立 獨立好像是它本來就是這個 本來就沒有一個獨立的一個國家的存在 要重新獨立 所以要復國 那所有的這些爭論裡頭 其實是表面上看它是一個語言文字的爭論 實際上它蘊含了很深刻的藏人對自己命運的思考 你們這次去的叫做西藏於世界 當然副標題是達蘭薩拉之前的方法 既然是西藏於世界 我倒是建議 更多地去關注 現在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的 藏人們 他們的真實的從中 他們的政治追求 因為在共產黨的鐵幕遮蔽之下 你不知道藏人到底為什麼要反抗 共產黨現在宣布說是 每年給西藏多少的經濟援助等等等等 這個西藏人都生活得多麼幸福 那麼我們如何把西藏人現在這個真實的狀況告訴世界 這個一會兒很感謝會議的主辦人給我一個機會 就是允許我在下一個專題裡介紹一下西藏內部的一個學者 寫的在二十年前寫的一篇文章叫做《西藏主義》 我一會兒會介紹 就是現在西藏的內部的人在想什麼 這是我希望大家多多地去關心 特別是這位法國的朋友們 你要是能把現在西藏人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的 西藏人內心的呼喚 內心的追求 他的現實的狀態 通過你轉達給法國轉達給歐洲 這是個對藏人的一個自由運動會很有價值的我想 那最後呢 因為你們都是台灣朋友 那我就說一句和台灣有關的話 其實西藏的命運是台灣的前車之劍 我們現在台灣人以為自己還不可以這樣待下去很久 我最近剛出了一本書叫《被囚禁的台灣》 這個書裡呢我有一個預測 就是中共的十八大之後 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這一批人 一旦他們全面地掌握了中共的 主宰了中國的權力意志 對台灣的逼迫會變得更加滿紅更加兇寒 而且這個很快就會出現的事情 面對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們台灣的朋友做好準備的事 我在開門大學上課的時候 有個年輕的學生說 我們共匪要打過來你怎麼辦 他說我就舉著白棋投降 我打不過他 如果抱著這樣的一個心態 台灣的命運將會很悲慘 所以寫這個《被囚禁的台灣》 實際上也是想讓台灣重新能夠意識到 自己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可貴 所以意識到為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去獻出自己的生命都是值得的 因為沒有自由的生活 這太艱難 太痛苦 太沒有支援